今天是6月份的第一天 先给大家提个醒啊 从今天开始 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 看到我们频道爆出什么样的新闻 都不要觉得太奇怪 因为这个月份被LGBTQ称为是 骄傲月 不仅是他们自称6月份是他们的月份 拜登也官方宣布了 说6月份是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双性恋 跨性别 酷儿和双性人的骄傲月 在白宫的网站上 可以看到这样一篇文章 拜登在这篇文章中 不仅对LGBTQ的群体大力的支持 而且他还完全的支持儿童变性 他抨击了那些立法阻止儿童变性的州 说这样阻止孩子接受变性 是对LGBTQ家庭的攻击 让无数的家庭感到恐惧和痛苦 他在文章里面是这样说的 全国各州出台并通过了一系列危险的 反LGBTQI家立法 这些立法针对了跨性别儿童及其父母 并干扰他们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 这些不合情理的攻击 让无数LGBTQI家的家庭感到了恐惧和痛苦 所以不让小孩变性是在攻击他们 在他们的眼里 是阻拦小孩切掉他们的器官会比较痛苦呢 还是支持他们切掉会比较痛苦呢 那么在这篇简报里面 拜登还承诺说要继续为LGBTQ的群体争取权利 他说今天LGBTQI plus 美国人的权利受到了无情的攻击 LGBTQI plus社区的成员 尤其是有色人种和跨性别者 继续面临着歧视和残酷的 持续不断的破坏其人权的努力 这包括在住房 医疗保健 教育 就业 信贷和贷款服务 以及刑事司法系统方面 对LGBTQI plus美国人的非歧视保护 其实他们一直都在说 对这个LGBTQ人的歧视 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拜登说要致力于保护他们住房的问题 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变性人 有人会因为这个不租给你房子吗 不让你看病 不让你上学 不让你上班 No 只要你给钱 你的信用分数是OK的 不是欠钱的老赖 那他们就会把房子租给你 就会把房子租给你